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比你更爱我多一点 你向左我向右 总是无法通不走 你往前我往后 谁满反派 但越这样 我越是想摇头 头牵着你的手 你向左我向右 总是无法通不走 你往前我往后 谁满反派 你的左手 千万右手 才能幸福在 每个路口 想平啊 把银子分给大家吧 各位 大家都应该很清楚 我们万宝斋大祸将至 我现在把这些银子 分给大家 作为遣散费用 大家拿了银子之后 请尽快地离开避过 若有一天我万宝斋 能够避过此劫 我一定还会请大家 再回来帮忙的 现在大家赶快离开吧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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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洗好了吗 洗好了 马上就要吃饭了 好 逗逗 原来我之前 都喜欢穿 这么花里胡哨的衣服啊 可不是嘛 以前啊 你最喜欢穿这种衣服了 不让你穿 你还生气呢 你过来 我从万泉那儿 借了几身衣服 等你下山之后 再给你买件新的 这个 怎么穿啊 你不是好了吗 衣服都不会穿啊 笨 我 虽然智力正常了 但是你也知道 从小我们家就有丫鬟 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衣服 还真不会穿 什么波男男是以前 你现在不一样了 你现在什么都得学 什么都得会 要不然的话我下半辈子 可就惨了 你笑什么笑 我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我在你爹娘面前 可是夸下海口的 说要还给他们一个正常的儿子 如果你要是那么不靠谱的话 我 我 我是 砸了我自己的招牌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那你打算怎么照顾我 等我伤好了 我们就回家 然后我就努力学习 把这几点落下的课程全都录上 然后再好好考个状元 让你做一品新娘 考上状元哪有那么容易的 你可别忘了啊 我可是那个七岁就考上秀赛的 神童沈博男 那 一言为定 不许耍赖 穿衣服吧 来 你怎么还把这玩意儿穿在脚上啊 快拖下来 干吗 你别扔 这是 这是 我七岁考上秀赛那年 爷爷送了我一双 像有宝石的虎头鞋 但是又怕引起歹人的觊遇 就用特殊的手法 把宝石的光芒给去掉了 我这些年画了好多双虎头鞋 但两个宝石一直留着 你说 这个是宝石啊 这 给我的 当然 这是沈家的传家宝 当然要给沈家的长媳妇保管了 好吧 那我先替你保管着 等到将来你考上状元了 给我一个婚礼 这才算数的 我 我也要 我才不稀罕呢 我只喜欢我的爷 爷 大大好想你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呀 一定是万全告诉你的 这么说 我爹娘也应该知道了 爷 你是不是真的好了呀 你 你现在都可以这样说话了 那你的你的头 哎呀 好了大大 现在博能都好了 而且脑袋瓜比我们正常人还要好呢 我告诉你啊 以后不许再叫他傻瓜了 爷 太高兴了 大大 这是什么玩意儿这么重 你能不能把我松开再说话 这些可是我们家爷最喜欢的东西了 我来给你们展示一下是吧 我来给你们展示一下是吧 爷 是不是只有你的大大想得最重要了 是是是 也幸好你来了 终于有人可以照顾我的衣食起去 来 帮我把衣服穿上 好嘞 你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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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今天晚饭你一口都没吃 已经很饿吧 我煮了碗汤 你尝尝 我吃不下呀 这伯刚醒了没有啊 我刚才去看过了 还没醒 伯亲少爷 你回来了 爹 娘 你还有脸回来啊 这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不帮忙就算了 居然一走了之 你太让我失望了 爹 我知道你平日里 一直对我不满 但是在你骂我之前 你先看看这箱子里的东西吧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是从哪儿弄来的 爹 柏刚移施了玉石之后 我知道如果不能找一块 代替他的玉石 我们沈家 可能就有面门之祸 所以我便马不停蹄地 寻找任何一个 可能拥有玉石的卖家 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 经过多日打探 终于让我找到一块 能够打造佛像的玉石了 这块玉石 玉制细润光滑 的确是块上好的玉石啊 这对我们沈家来说 真是及时雨 爹错怪你了 没关系 只要爹满意就好 老爷 既然玉石找到了 应该早点将玉石 送到作坊去雕刻才对 薄琪 你就替你爹跑一趟 办妥这件事 好的 娘 薄琪啊 我跟你一块去 走 嬷嬷 赶快去找些人来 小姐 这 怎么 你又想教训我 argent 快点 沈末南快点快点 你别那么磨叽 快点 站好了啊 把它扒起 把肚子给我收回去 要 provides正劲了 肉肉 你这一大青草子干嘛呀 你废话 我让你们两个一起做运动 快开始啊 做运动 你跟大的学 快点 一 二 三 四 沈不难你还偷懒 快点 二 二 三 四 三 二 三 四 四 二 三 沈不难你又偷懒 看着我干嘛 洗呀 我要回家 废话少说大大我跟你说 行不行 快点 不许偷懒 大大 大大 沈不难 你看见大大了没有啊 他跑到哪儿去了 他可能下山找半泉去了吧 这匹马是从哪儿来的呀 想骑吗 你 你会骑马啊 不知道 好 我只记得小时候爷爷叫我骑过 试试看吧 怎么样 我还行吧 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是以前骑过马吗 租风 这个沈不难 脑子开完刀之后变得更坏呀 可是 我怎么觉得我更喜欢他 我们去护过寺吧 好啊 驶 Advent 地 outlets Amer 你们两个偷着玩不带我 爷 我也要停 停下来 停下来 我再停下来 干操 快让开 干操 我还没碰你呢 对不起 你轻点行不行啊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在杀猪呢 你轻点行不行 疼死我了 我可是一个靠容貌吃饭的少女 你让我以后怎么出去见人呢 好了 大大 豆豆说涂了她的药马上就没事了 你别那么紧张 那 您说以后 我还可以恢复我那样的花容月貌吗 爷 花容月貌我是不敢保证的 但是呢 我敢肯定 你绝对有一张八月十五的大饼脸 你 爷 看多多欺负我 你把她修了 好了好了 别吵了 大大 你呢 就安心在家养伤 我和豆豆去一趟火锅寺 顺便也帮你烧炷香 求你早日康复 哦爷 你最疼我了 行了 那我们先走了啊 好aza 妖怪 傅座 濕 唉 你跟佛祖说什么呢 这么神秘 去 你去那边逛一下 不要偷听我和佛祖说话 好 我不偷听 我在外面等你 你有什么话呢 就跟佛祖慢慢说 佛 佛祖 谢谢你让伯兰的病好起来 虽然他和以前不太一样 但是 我更喜欢他现在的样子 我感觉 好像比以前 更加喜欢他了 所以希望佛祖保佑我们 可以健健康康 快快乐乐地在一起 直到永远 永远 老师 施主 您要是想留下您的末宝 那边有笔墨可以用 谢谢小师傅 不信 实际上 我们不是想留下您的末宝 你也认为吗 这老师 你还不想留下您的末宝 Jupiter 是 你看 您是 这水 您的末宝 您不想留下您的末宝 您不想留下您的末宝 您可以留下您的末宝 您您是 您的末宝 您的末宝 您是 一本《地藏菩萨本愿经》 皇上可否拿去看看 好 这一会儿让刘公公去拿 海上之幻大于陆地 观王师水陆并驱 正其护用 缘分四路并携一新 焚其除粮 薄其巢血 外缘西断 内计无知 好 写得好 真上公子见笑了 这本是在下在七岁时 做的一篇策论 现在看来 不免有些幼稚难懂 坐锦观天 得公子谬赞 在下真是自愧不如 你这篇策论 虽然写得头头是道 但有部分问题 朝廷早已提出解决方案 不成问题了 我怎么看你有些眼熟啊 咱们是不是见过 我想公子一定认错了 在下从未见过公子 那你继续写吧 不打扰了 他刚才说什么 他说他从未见过公子 也就是皇上啊 上一句 他说这是他七岁时写的文章 七岁 七岁就能写出这样的文章 是啊 不简单啊 老刘 你去打听打听 看看这位公子 是哪年中的军 如今官居何位 朕要重用他 奴才明白 快保护皇上 快走 公子 公子快走 老刘 走 干嘛呀 怎么是你呀 怎么是你呀 是你呀 我让你害我 我让你欺负我啊 你敢 你 你 喂喂喂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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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放手 住我呀这儿 干什么你 我哎呀 放手 我 你 我把你 臭死你了 你 严哥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快撤 快 走 好不容易查到小皇帝私自出宫 这么好的机会 全被你们搞砸了 我再想出手的话 恐怕难上加难 侯爷 您别烦恼 我早就想好更妥当的法子了 走 走 走 王姑娘 咱们真是有缘哪 想不到咱们竟然在这里见面了 你是谁 抓我干什么 在下苏信义 王姑娘不记得我了吗 你记不记得我无所谓 但想必 你应该认识她吧 你这个卖国贼 你才害自己的同胞 丧尽天良 你不得好死 牛刀小事不值得大惊小怪 我倒是为了你爹的相上人头 耗费了不少心力 你说什么 你说我爹的死跟你有关系 虽不重亦不原意 在下是受威昌侯之命 一手策划了这灭门血案 本以为天衣无缝 殊不知姑娘却成了漏网之鱼 实属美中不足 畜生 畜生 我要杀了你为我爹娘报仇 你用本事把我放开 放开我 王姑娘 你杀了我又能怎样 我不过是受人之托 忠人之事 就算你杀了我 你爹娘能死而复生吗 姓苏的 你别再跟我狡辩了 我不杀你 我势不为人 王姑娘 这事可真怨不得我 要怪就怪你爹不失实物 竟然暗中收藏 威昌侯谋反的证据 还意图进京告状 他以为没人知道 殊不知却早有人 将此事告诉了威昌侯 你想想看 如果你爹 觅走皇上的折子 送到了皇帝面前 这个时候 死的人就是我 还有威昌侯 不是你们一家子了 你口口声声说 有人告密 那个人到底是谁 我怎么会告诉你呢 若非此人家中 藏有侯爷的宝物 我早就将他除灭了 怎么会让这卑鄙的小人 嚣张到今日 主子 侯爷请您过去一趟 什么事 那个人又来了 他想干什么 难道 他觉得侯爷赏他的 还不够多吗 奴才听他的口气 似乎如此 神未踩死 鸟未失亡 这姓神的总有一天 会被他的贪欲给害死 走 看好他 是 秀神的 这个姓神的到底是什么人 他和我爹娘的死 又有什么关系 来 兄弟们 来来来 喝酒了 要喝 好啊好啊 来来来 这酒哪弄的 除了沈庄主 还能有谁啊 你说这沈庄主 真是够意思啊 隔三差五 就给咱们送好酒好肉了啊 废话 万宝斋一夜之间成为京城的皇商 这全是咱们侯爷 对他的提携之恩呢 我跟你说啊 这种势力小人 出卖朋友 早晚被遭报应的 儿子 别说了别说了 喝酒喝酒喝酒 来来 喝酒喝酒 沈伯伯 你不可能 不可能 你别说了 来来 喝酒喝酒 沈伯伯 你别说了 你別说了 你别说了 来来来 你就这样放虎归山 难道不怕后患无穷吗 侯爷 学生之所以这样做 也是欲擒故纵的一种手段 其他的事情 我早就安排妥当了 王子民到了沈家 一定很容易就查到 我在沈家留下了一些线索 他为了报杀父之仇 必定会成为我们的一颗 有用的棋子 你的意思是想利用他 找到藏在沈家的铁盒子 王沈两家交情深厚 又有儿女婚约 王子民出手相处 大事必成 好 好 这可几次好 看来这笼中的小鸟 终究还是飞不出我的手掌心呢 我现在倒是迫不及待地 想看一看他们自相残杀的样子 老爷叫你呢 在那边 知道了 博弃少爷 郭某某 你不是跟你爹到租房去了吗 为什么跑到书房里来了 爹要我过来拿点东西 我这就走了 我给你弟弟送药去 好 睡觉 睡觉 improvements 你们俩 未经转杀 晚上 一定要平安回来 我等着你 博刚少爷 你醒了 真是太好了 你知道吗 你已经昏睡好几天了 夫人和老爷都焦急得不得了啊 我去通知他们 我去设计 据我所知 侯爷曾经赐给沈祖光一枚 可有昌字图案的玉佩 侯爷曾跟沈祖光说 他日当侯爷登基 沈家可凭此玉佩 享有种种特权 荣华富贵必是享用不尽 想不到 爹娘是被最信任的人所害 伯刚 你醒了 快跟娘说 你还有哪儿不舒服 伯刚少爷 你不能乱走 伤口会裂的 娘 我现在有急事要办 我先走了 急什么 有什么事情 等你的伤养好再说 郭嬷嬷 快到厨房去煮点白粥 给伯刚吃 他好几天没吃东西 郭嬷嬷 不用了 娘 我真的没事 我现在有急事要办 回来再跟你说 伯刚 沈祖光 你这个人面受心的家务 可我爹生前那么相信你 谁知你竟然害他 我王府已发誓 我必杀你为父报仇 公子 你又来了 快里面行 小二 我问你 上次跟我一起来的那位公子 他来过吗 你说的那位公子啊 他好久没来我们客栈了 我没有看到他 不可能啊 明明说好在这儿见面的 那位公子 公子 你的脸色怎么这么苍白啊 你是不是生病了呀 我没事 小二 去给我泡壶茶吧 好好好 我好想去一下 虎子 你到底在哪里 然后 咯 咯 不是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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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太好了 这 这是人家的 这不适合你 不适合 不适合 我看看 什么玩意儿这是 不适合 大大 你在这荒郊野外的化妆给谁看啊 你呀 我美吗 你放屁 你 快点收拾 又是我 你 快点 我想我爷爷 爷 默默好了 你可以过来大展身手了 大大 我要给爷默默 大大 你先出去一会儿吧 那我去补补粥 那我去补补粥 你补 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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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晚了还在看书啊 好 先把药喝了吧 好 要不然改天再看好不好 千万别累着了 没事 浪费这么多年 我得加倍努力才行 那 我先去睡了 你不要看太晚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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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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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柏南 该吃药了 刚才还在这儿的 跑哪儿去了 大大 大大 你有没有生病 你躺在这床上干什么 你好烦啊 呃 呃什么呃 你干什么你 我 这 你 大晚上弄成这样干嘛 你还吓死人呢 第一 我在服药泥 第二 这是我的爷躺过的床 我在感受呢 懒得理你啊 再见 再见 你明明知道这山上风很大很凉 万一找凉怎么办啊 逗逗 把药喝了吧 一会儿凉了就不好喝了 当时候受罪的可是你自己啊 你看 今晚的天空好多星星 余神医不是说你已经好了吗 你怎么又像以前一样又傻又笨的 连喝药都要人照顾 快喝了 好好好 我喝 好 有时候吧 我真的觉得 被你管着很幸福 就知道说天言蜜语 你看到那颗星星没了 那颗 那颗 就那颗最亮的 那是什么 那颗星星 叫北斗 我记得小时候爷爷曾经说过 出门在外的人都要认得北斗 这样他们才能辨别方向 找到回家的路 北斗 这颗星星 那这边呢 这边几颗就要什么星啊 那七颗连在一起 像勺子一样的 是北斗七星 这样的夜晚 看着这样的星空 还有这样的你陪着我 夫妇何求 那是 有我唐痘痘如此大美女陪着你 那 当然是享福了 银烛秋光 冷化平 青罗小扇 铺流盈 天接夜色 凉如水 我看千牛 织女星 我看千牛织女星 我看千牛织女星 这首诗听起来好美啊 可是 千牛和织女星在哪儿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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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的位置我也说不清楚 但我只记得书上说 千牛织女星亦东亦西 每一年才能相聚一次 这样啊 好可怜啊 好 银火虫啊 你看 珍지는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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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啊 喜欢吗 烟火虫 当然了 你有没有看到天上的星星啊 如果把烟火虫抓起来 放在房间里面的话 它们就会一亮一亮地 发出跟星星一样的光 那样多好看啊 是很美 那样多 哼 表情就算在坚持着 不过命运思念还有什么意义 我好像从明天开始忘记你 你的爱像流星划过后却没了踪影 可明天来临要我如何放弃 怕只怕会一天一天默默等着你 我好像从明天开始忘记你 你的爱像流星划过后却没了踪影 到明天来临之前可不可以 回到昨天不要再相遇 我好像从明天开始忘记你 我的爱像水经破碎风只剩下泪滴 在天亮以前最后一次相遇 明天以后不要再相遇